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ES6当中的Module,也就是模块化 在学习模块化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对模块化有一个了解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技术的诞生,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的 当然模块化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随着前端的不断发展 其实现在技术用来越成熟,然后GS的功能也用来越强大 所以这样来,就是在一个项目当中代码量也用来越多 对吧,因为项目越来越复杂 这样的话呢,可能很多页面都会引入一些公用的这样的GS文件 那如果项目越大,引入的GS是不是用来越多 那如果在GS这个模块化诞生之前 其实我们的开发者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会把很多文件里面的变量都挂在Windows这个对象上面去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污染全聚变量 这个前面的课程呢,我们也讲过,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可能是不同文件之间 它们的变量是不是有可能是重明的 是不是也可能会引起重明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比如说可能多个文件之间会存在这样的因爱关系 所以说,我们得保证文件价的顺序才可以 其实在模块化出来之前,前面我说的那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所以模块化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关于模块化呢,如果我们用一个专业一点的讲解 相当于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字顶向下逐层的 把这个系统呢,分成若干个模块 然后呢,每个模块呢都有自己的作用 这样的话,当各个模块组装到一起 是不是就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 这是相对官方的一个解释 再与一个通俗的例子 比如说,最近其实我经常会跟我的女儿在一起去玩积木 玩恶高 当然就知道,恶高是不是就是一块一块组成的 每一块都有自己的颜色,都有自己的形状 然后他们通过这间这种凹槽 把它们连接到一起 这样的话,多个积木是不是就可以组成我想要的这样的形状 其实每一块积木在我们代码当中 就相当于是一个module,一个模块 然后呢,各个模块进行组合 是不是就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 这个呢,其实就是模块的意思 以及呢,我们也了解了到底模块化呢 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模块化的一些规范 首先第一个,Common.js 这是出现比较早的一种规范啊 它呢,是在Node.js当中的一种模块化规范 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Common.js因为是基于Node的 所以在服务端呢,可以实现那种模块的同步加载 但是呢,它仅仅局限于在服务端 因为我们现在常说的,我们说JS 是不是一般情况下指都是客户端的JS 所以呢,在Common.js的后面 就产生了AMD这样的规范 其实AMD是RequireJS在推广过程中的 对于模块化定义的规范化产出 RequireJS呢,是一个 以前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非常常用的一种框架啊 它呢,就可以实现模块化 然后呢,AMD其实叫做 异步模块定义 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定义回到函数 在回到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等到 模块下载完成 然后呢,我们再在回到函数里面 去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 这是AMD 跟它对应的还有一个叫做CMD CMD呢,其实是CGS 在推广过程中对于模块定义的 规范化产出 CGS呢,其实也是一个框架 它是阿里推出的 作者我记得叫做玉博 当然这个框架应该也已经早就不为户了 然后呢,AMD推崇了叫做 依赖前置,提前执行 而CMD呢,叫做依赖就近 会延迟执行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上面搜一下 关于AMD和CMD的规范 以及如何使用的 其实就非常简单啊 前面这三种规范 都是出现比较早的一些模块化规范 在2015年ES6这个版本里面 是不是推出了一个ES6的模块化规范 当然也是这点课呢 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 而且呢,ES6推出以后 相当于是模块化已经正式的 被纳入我们的GS 然后呢,成为了一种标准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ES6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导入导出模块 那我们开始吧 同样的啊,还是新建一个文件 2-27.js OK 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去做module.js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去定义模块 然后呢,在我们的2-27当中 我们去使用模块 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27 把这边合上 然后呢,OK 在ES6当中 我们通过Export的关键字去导出模块 那我们看怎么用啊 比如说当前我有一个长量的A 然后呢,它对应的值是一个5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长量认为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块 然后呢,我们使用ES6的关键字Export 把它导出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导出了一个A这样的模块 那我如何导入呢?大家看啊 我们其实如果想导入modules里面这个模块的话 那么我们是这样的 通过Import的关键字把它导入 然后呢,导入的是一个大括号 也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from from谁? from当前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个文件名称 我们是不是在当前文件夹下面 比如叫做module.js文件 当然.js我们可以不写 点杠呢,表示的是当前文件夹 因为我们当前新建这个文件下面 2-27和module.js 我是不是在同一级的 所以说直接通过点杠是不是就能够找到它 OK 那大括号里面写什么呢? 大家注意 当我们用Export的关键字去导出这个模块的时候 那么导出这个模块的名字是不是叫做A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边导入的时候 这边导入的名称 跟这边导出的名称 必须是完全一样的 否则的话找不到 一会儿我们可以试一下 大家看导入A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输出A 保存 这边呢,我们按F12 把开发工具打开 大家这边 这边是不是能够输出这个5 这个5是不是我们通过 模块导进来 然后呢,A 输出这个A 指的是不是就是 module.js当中 这样一个A 大家试一下 比如说我叫A 我改个名字 然后呢,这边输出A 我们看会怎么样 我们能够发现 这边输出的是Undefined 因为刚才我们强调过 在Export这样的关键字的时候 导出的模块和导入的模块 它的名字必须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才可以 OK 这个A是一个常量 然后呢,我们再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Export 一个,比如说在进行一个B 是个字幕串吧 比如说Imoque 那这样的话 我这边还想导入B呢 怎么办 大家注意 大括号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 逗号分格导入一个一个的模块 当然名字也要完全匹配才可以 在这边呢 我们再输出一下B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能够输出5和Imoque 这也没问题 那我们再稍微复杂一点 比如说这时候呢 我在定义一个函数 函数也可以作为一个模块嘛 我们同样用Export导出 比如说我们用ES路语法 Cons一个Sum等约 然后呢 S和Y 我当前想穷出两个数的和 见到函数的话 这边是不是X加上Y OK 那Sum的话 在这边导出 如果我想在这边导入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 多号 然后呢 写上Sum 那我如何将用Sum 跟我们正常的函数是一样的 对于模块来讲的话 你之前怎么调用变量 怎么调用函数 在这边就怎么调用 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输出这个结果吧 比如说我们调用Sum这个值 然后呢 传递一个2 传递一个5 可视化一下 保存 当然这边 是不是输出一个7 OK 这是函数 接下来我们再看 比如说 我当前想导出一个对象 那怎么办 比如说 当前我有一个对象 叫做Object 然后呢 它里面有一个 Name属性 比如说叫做Yes 然后我想把这个Object导出 大家仔细看这个语法 Export 导出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大括号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把OBG写进去 应该是这样导出 我们看看啊 导出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这边叫做OBG 那这边呢 也应该叫做OBG 多号啊 这边这种话以后 就换行了 这样的话也好 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输出一下 OBG 我们看 是不是也能够输出 Name是Es 这样一个对象 也没有问题 这个呢 是导入导出一种方式 最基本的方式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在当前这个文件当中 我通过Export 是不是定义了 好多个模块 每一次我都用Export导出 有没有觉得比较麻烦 大家看 其实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把这边呢 先都注释掉 我们呢 其实可以统一的导出 怎么统一导出 比如说 我正常先定义 定义一个 A的值 再定义一个 B的值 我只是负质观 然后呢 我们再定义一个 函数 这边呢 再定义一个 对象 大家看 这种写法 是不是跟我们正常写GS 去定义一些 边量也好 强量也好 是不是一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 Export 导出的时候呢 对应的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比如说 同一导出的时候 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要导出A 然后呢 还要导出B 还要导出Sum 还要导出OBJ 给大家换一下 大家看 保存 大家看 在这边导入的时候 是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说 如果你在同一个GS文件当中 想导出多个模块的时候 那其实 我们可以在上面 正常定义 然后呢 统一在下面 一次导出 就可以了 这种写法会多一些 一般很少说 我定义一个 导出一个 定义导出一个 这种相对来讲 使用情况会少一点 但是语法呢 我们也要知道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定义一个 复杂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想定义一个 Class 这也是ES6里面的 一个语法棠 对不对 可以定义一个类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People 这样一个类 大家现在怎么用吗 属性是不是应该定义在 Constructor里面 或者函数嘛 然后呢 比如说每个人 都有一个名字 在这边 this.name 等于 name 然后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再可以定义一个方法呀 比如说叫做showname 这也是对象里面方法的 简写形式 对吧 大家现在逐渐都习惯 使用ES新的语法 写多了就习惯了 然后呢 我输出 this.name OK 那这样的话 我想把这个 People 这个Class导出的话 我是不是只要在后面 再直接写就可以了 那这边导出 我在这边导入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 名称是不是要完全一样 这边是不是也应该叫做People 那这样的话 当我调用People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 new一个它的实际化对象 大家看 我们比如说定义一个 p等于 newPeople showname 比如说叫做 写程 然后呢 我们这边调用p.showname 我想 秀一下我的名字嘛 大家看在这边 是不是也能够输入写程 也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没发现 其实我们在ES当中 学的各种结构 其实都可以作为模块导出 我们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导出就可以 这个呢 就是ESPAR导出 和IMPAR导入 一个基本的用法 但是有的时候啊 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大家看 我们这边在导出的时候 比如说名字都是起好的 但是在我导入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想给它换一个名字 比如说起个别名 或者叫小名 你怎么起别名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想给这个A 起个小名 我们用一个关键字 叫做S S就是作为嘛 我们就可以给它 起一个别名 比如说我就起一个 叫做AA 这样一个名字 大家看 那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边 再输出一个AA 保存 大家看这边 第一行输出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A这个名字 就不能够使用了 因为你如果给它 起个别名的话 那你只能使用它的别名 它原来的名字 就不能够再使用 这一定要注意啊 这时候呢 我把这个值给它删掉 大家看 这时候AA对应的值 是不是也是5 因为导出这个 AA对应的值是5嘛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 S 这样的关键字 给当前这个模块 起一个别名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学会用一个 法 叫做S 大家看 从这些例子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当我们使用 Import这个命令 去导入的时候 我们的用户 必须知道 当前你导入这个模块 它的名字 到底叫什么 而且名字呢 不能写错 一旦你写错 它就找不到 但是有的时候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想导入一些 别人事先定义好的模块 所以模块里面 代码可能又很复杂 然后我们作为用户呢 希望这种快速上手 我又不想去阅读它的文档 也不想了解 模块里面 到底有哪些属性 或者方法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能为我们的用户 提供一种方便的方式呢 答案是肯定的 大家看 我们在这边导出的时候 用的是不是都是 export的关键词 然后呢 在我们一个模块当中 export是不是可以多次 我把这个代码 我先给它 注释着 我们再讲一种 导出的方式 叫做 export default 比如说我还是定义一个a 等于一个5 然后呢 这时候导出 我们通过 export default 导出 这样一个a 大家注意啊 export是导出这一次 default 这些单词的本意识 就是默认的 那然后 我先保存啊 这时候 我在这边再导入的时候 我把这边呢 先注释掉 大家这边 报错是因为 我们这边 导出代码 就给注掉了 所以说这边 找不到是正常的 我们把这边代码呢 还没注释掉 注释掉啊 大家看 这时候导入的时候 用的关键词 还叫做 import 但是前面 我们通过 export导出的时候 是不是import 后面写的是一个 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对应的是 一个一个的名字 我们再想 如果我们通过 exportdefault 导出的时候 其实这边的名字 我们是可以随便起的 比如说 我那边叫做a 对不对 比如这边呢 我叫做a 我随便起个名字 比如说 from哪呢 还是当前 固定下 对应的module.js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来这边输出a 搭上这边 对应的值 是不是也是5 这时候 其实我是不是 完全不需要知道 你当前这边的名字 叫什么了 你叫什么 我也不关心 我只要起一个 我自己想要的名字 就可以了 这就是 export和 exportdefault 它们之间的区别 但是大家注意啊 比如说 你再看 我如果在这边 比如说 我再定一个b 比如说叫做emok 然后呢 我再通过 export default 这样一个b 大家自己一看到 保存 你们发现这边没错了 我们看办什么错 大家看 only one default export unload per module 这句话很有翻译 是不是 在每一个模块当中 只能有一个 default这样的导出 也就是只能有一个 export default 所以这边呢 我们需要注视掉 这时候错误就没有问题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只能导一次 如果导两次的话 那我在导入的时候 我是不还要去区分 那些到底叫什么名字 那这个default 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而且default 指的是不是就是默认的 默认值只能有一个嘛 不能说默认多个值 所以呢 这种规范 其实也好理解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语法 大注意 我这边是不是通过 export default 然后这个a a是不是我在上面定义好的 大家看 但如果你这样写会怎么样 大家看哦 我们前面export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 const a等于5 是写在一行的 我们试一试 如果我们这样写 export default 然后呢 const一个a 比如说等于一个5 大家没发现 这时候的语法 其实都报错 这种语法是不中确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语法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在下面先定义好 再去通过export 把它导出 这个呢 跟export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之间呢 有一些差别 那然后我们再试一试吧 比如说当前我有一个方法 叫做sum 当然你也可以用间调还是定义啊 这都可以啊 比如说 就还是求两个数的和吧 在这边returns加上y 这是不是有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export default 把这个sum方法把它导出 这时候 默认导出的时候 那这边 对应的名字是不是无所谓 比如说那边叫sum 这边我叫add 然后呢 当我用add的时候 我传递两个参数 一个4 一个5 那求出的和是不是应该是9啊 这也没有问题 我们再尝试一下可不可以这样 比如说呢 当前在我同一个gsman当中 我又有export default 同时呢 我又有export 这时候应该怎么写 大家看 比如说呢 我现在在export default的下面 我们通过export导出一个值 比如说我就叫一个htr吧 然后呢 它对应的值就是emoke 那现在呢 我们通过export default导出了一个方法 通过export导出一个字不串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想在2缸27当中 把它们两个都导入 那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看 我们导入当前 是不是都是通过mod的这个文件去导入的 刚才我们说 对于export default导入的话 是不是不需要写大功号 但是呢 对于export导出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写个大功号 所以大家看 它们俩如果结合呢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 我export default导出的sum 我这边呢 比如说还叫add 改个名字 这边呢 通过export导出的话 这边需要写一个大功号 不像它一样 然后呢 名字必须完全匹配 这边叫str 这边也应该叫str 这时候我再输出这个str的值 我们看代码的导入 是不是又能求和 又能输出这个字不串 所以说 有的时候呢 如果它们两个是和在一起写的 你就结合 我们前面两个讲过的两个语法 把它们和在一起写 就可以了 这个语法呢 也是支持的 另外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这样写啊 大家看 我把这个也注释掉 比如说 对于前面刚才我们定义的那一堆东西啊 就这些东西 我呢 直接把它们都复制过去 我还是使用这些 比如说 我还是正常定义 比如说有a 有b 有sum 等等等等 当然 这边找出的时候呢 我先把它们注释掉 要不然这边就不错了 OK 我这边呢 还是正常的定义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 如果想把这一堆东西通过export default 一起导出的话 怎么办 我们看啊 export default 因为刚才我们说export default是不是只能有一个 对吧 然后呢 大家看 如果我导出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把这些值全都放在对象里面 比如说有a 有b 有sum 有opg 还有一个 大people 大家看 如果我这样都给它们一起导出的话 可不可以呢 大家看啊 那这样的话 导入的时候 这边是export default 那这边 in parts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就叫 mod啊 叫做mod OK 然后呢 from 还是modu.js 这样一个文件 我输出一下mod 我们看看 导入这个mod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大家看我们这边输出的 展开以后 你们发现 mod其实是个对象 里面的每一个项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导出的一个值 所以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输出mod.a 是比达渠道 我再输出一个 我看我这边还有什么 我们这边有b 有opg 我输出b 再输出object 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再测试一个 我们还有个sum 是个函数对吧 那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这边输出 sum求和啊 用mod 点 sum 然后呢 我想求一下7和8之间的和 那是不是也能够用15 这跟之前完全一样啊 这是一种写法 大家看其实还有一种写法 比如说 如果当前这个文件啊 导致了好多东西 那我们这样呢 可以用一个 信号 去代替 这样的话信号其实表示就是所有的 这样一个通辟符 对不对 匹配所有的 然后呢 我们给它起一个s 起个编名嘛 然后呢 from 我们这个module 这个文件 这时候 我们再输出一下mod 我们看看它对应的值是什么 我们发现其实 它跟上面这个不太一样 它导致的是不是一个模块 是个module 而刚才这个mod 是不是一个对象 在module下面 是不是有一个default 这样的属性 它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的那些值了 所以说 这时候 比如说 我想得到mod 下面的default 下面的a 保存 26行 是不是也能够得到值 或者说我们再复制一个 比如说b ok 也没问题啊 或者说我们再复杂一点 比如说 点sum 求出个值 比如说8和9的和 大家这边 是不是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其实对于导致的模块来说 它的写法 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也都给大家讲到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 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总结一下 在ES6的模块号当中 我们学的这些关键字 首先第一个 export 它是不是叫做导出的意思 在一个文件当中 可以export多次 然后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export对应那个名字 在import导出的时候 那个名字 是不是必须是 完全一样的 不能够改变 当然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s 去给它起个别名 这是要注意的点啊 然后呢 另外一种导出的方式 是不是叫做 export default 刚才我们也测试了 在一个文件当中 export default 是不是只能够出现一次 如果你出现多次的话 它也会报一个错误 当我们使用 export default 去导出的时候 通过 impart导出的时候 对应的那个名字 是不是可以是不一样的 因为default是默认的嘛 默认的话 是不是只能够对应一个 这时候的名字 你起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而且呢 如果通过 export导出 导出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用一个 大括号 连用你们对应的名字 但是呢 export default 导出的时候 我们在引入的时候呢 是不是不需要写大括号 这些细节呢 我们是要注意的 另外呢 其实在以后 我们的项目当中啊 对于export的模块化 使用的很多啊 比如说在那项目当中 可能会用到view一号 或者是react一号 然后呢 当我们使用 对应一些 几个手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 安装一些插件 当我们想使用 这些插件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使用 import 然后呢 起个名字 然后from 当前这个插件的名字 就可以 这种的项目当中呢 其实非常常见 或者说 我们可以把函数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 一个模块 比如说 我们定一个函数 然后呢 把函数通过 export default 默认导出 然后在哪个功能里面 我们想用到 当时这个方法 就可以通过import 导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这个函数 就是一个模块 它呢 可重复使用 另外的话 因为定义成模块 所以说 它里面的变量 是不是也不会被挂载 在window上 也解决了这种 全球变量污染的问题 另外呢 是不是也不会说 模块中间的名字 跟我们 页部当中的名字 进行冲名 这个也不会有 而且呢 如果我们导入的模块之间 存在这种 阴害关系的话 那么 我们只需要 按照它引入的顺序 一个一个导入就可以 这样的话 其实也解决了 这种模块 阴害关系 按顺序加载的问题 这些呢 其实都是 模块化的好处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 要学习的 什么是模块化 以及模块化的 一个发展的历程 然后现在主流的 模块化都有哪些 另外呢 我们也详细讲解了 对于ES6当中 模块化到底应该是 如何使用的 这些呢 是大家一定要去掌握的 对于是 那些人 词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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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